巴以冲突之后 韩媒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警示政府 尹熙悦是否会听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最近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 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高度关注 可以说这场冲突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示 而在最近韩国的韩民族日报就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 以色列的悲剧给韩国带来的教训 那么这篇原文太长了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找一下原文来看一看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次巴以冲突是让很多的韩国人 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毕竟巴以冲突的局面和当前的半岛局势还是很相似的 那么一旦半岛冲突全面爆发 恐怕韩国的下场会比现在的以色列更惨 韩国内部有很多的有识之士 就对此表示了高度的关注 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这篇文章就出来了 而且是发表在了韩国媒体上 本质上这篇文章是想通过巴以冲突的惨痛悲剧 给韩国一个明确的教训 来警示韩国政府 不要对于自己的情报体系和防御体系过于的自信 而与此同时作者还想劝告韩国政府 一味的单边施压战略不但会招致愤怒的反击 还有可能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那么从文章的出发点以及利益来看 这篇文章其实写的非常不错 如果韩国政府足够明智 或许能够吸取教训来缓和半岛的局势 那么对于韩国未来的发展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问题就是这篇文章虽然写的非常好 写的非常客观务实 但是目前执政韩国的是尹熙悦政府 以我对尹熙悦的了解 它是不可能听得进去的 从尹熙悦上台后的做法来看 尹熙悦这个人与曾经的这些韩国领导人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那么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 是尹熙悦是高度亲美的一个人 我之前也说过 现在尹熙悦政府是一个亲美媚日的态度 但是实际上尹熙悦政府的媚日 是因为它高度亲美所造成的 实际上一直以来在国际社会上 很多观察人士在提到韩国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的觉得 韩国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 它可以说是美国的仆从国 或者说是一个美国的新型殖民地 而韩国的政府 也是美国政府扶植起来的一个傀儡政府 但是事实上 这个傀儡和傀儡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说文在寅 朴槿惠 李明博 这些以前的韩国总统 他们会不会受美国的影响呢 会 但是这些韩国领导人在执政的过程中 他是尽可能的来维护韩国自身的一个利益的 并且在这个大国的关系中 在两边选择的时候 他是保持一个中立的角色的 他不会倒向哪一边 但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随着尹熙悦上台之后就完全改变了 我们前面说了尹熙悦这个人有高度的亲美特征 那么很多事情实际上他是违背韩国利益的 是会伤害韩国民众感情的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涉及到了美国的利益 那尹熙悦就一定会去做 可以说现在的尹熙悦是美国各项战略的一个忠诚的执行者 那么尹熙悦对美国的这种忠诚是否有效呢 有效 他换来了美国对韩国的支持力度是越来越大 那么因此尹熙悦对周边国家 尤其是对这个同总统员的朝鲜 是更加的强硬起来了 尹熙悦频繁的与美军来举行一个联合的演习 用这种方法来威慑他的北方邻居 这样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尹熙悦执政以来的一个常规的套路 这种做法就是我们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 单方面施压战略 尹熙悦认为有了美国的撑腰高枕无忧 依靠武力威慑这种方式可以让北方的邻居被吓倒 让他不敢伸出什么样的野心 但是我们从巴以冲突来看 极限施压的做法有没有起到作用呢 它不仅没有办法缓和局势 还会导致更加激烈的一个反弹 我在之前聊到巴以冲突的时候就说过 为什么巴勒斯坦方面会在这个时候爆起反击呢 就是因为已经没有活路了 反正都是死 那还不如站起来反抗一下 因此假如韩国真的想让相关地区的和平稳定 持续下去 还是需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而不是咄咄逼人的去进行一种极限施压 因为无论是以色列或者还是美国 都已经用大量的事实告诉了全世界 这种极限施压的套路已经过时了 并且迟早会玩崩的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